谈谈港交所 政策偏向明朗的股份 资金最近追捧 380元昨天 以全日最高位收市 报535元 建中在近五个月高位 港交所近期见到 市弱走势也是偏强 这一阵股份有没有机会挑战 年初在580元这些水平的高位 就算你再向上挑战前高位 大家也不会太意外 因为很老实 你可以说现在市场上 资金其实都是追捧一些 可能相对比较多的消息 甚至你可以说这叫焦点股 这个港交所就一定是其中一种事实 因为大家都知道港交所现在最受惠的就是说 可能真的资料的时间可能有比较多的 可能原先去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可能因为一些监管的因素 就变成香港上市了 另外其实你见到现在中美关系那么紧张 变相之下其实也有机会 加快了令到很多的中概股 即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可能会回来香港做第二次上市 甚至乎回来香港上市 这条水我相信在未来一段可以预见的时间 都一定会受惠得到这种情况的了 所以就长远来说 港交所你说这一只 我都相信大家 都可能是一只其中一只的核心持股 等机会如果真的有些回调的话 真的不怕买一些的 但是短期的状况 反而我有点点的担心 如果大家解释大家没有课的话 短期我觉得有些机会的 因为如果港交所刚刚提升到 中长市他真的好看一些 可能你说一些政策 甚至乎那个成交量这些情况 但是短期其实他是好看市场的气氛的 如果你假设市场的气氛 可能你说比较弱的话 按道理他的股价 强烈有个谱 所以变成了你说不排除 如果你刚刚提升到 假设大市 真的你说之后的时间 可能都有一些调整的压力的时间 港交所的股价 我相信有机会有一些调整的 所以当然未必太多 但问题是假设 出现这个状况的时间 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就打扰货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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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